马上进入今天的语法语表达 大家看第一个语法点 当然可以用motoに motoにする修饰名词 した修饰名词 以及している或していた 可以接这个结局 那么这个知识点 其实我们在第五 终极上的第五课有所提及 它是一个重要的二级考点 我们大家看它前面接的是名词 moto是什么 如果真写单位汉字是基础的G 但是实际生活当中很少写这个汉字 就是以什么什么为基础 为根据制作或创作什么时候 以什么什么为素材的意思 我们大家看一个例句 この旅行で得たヒントをもとに 5年後にカップラーメンを作り出したので 就在这次旅行当中 所得到的什么这种提示 一次为基础呢 五年之后 那么创造出了这个大碗面 这可能大家在上次第八课 已经学过了 就是安藤百福是不是 好 再往下来 日本の漫画をもとにして たくさんのアニメやゲームが作られている 那么以日本的这个漫画为素材 那么创造出很多动画片和游戏 再往下来 最近戦争体験者の 話してくれたことをもとにしたテレビドラマが多いです 来修饰后面的名字 テレビドラマ 这样的电视剧很多 这电视剧是什么 以战争体验者给我们讲述的事情为素材 这样的电视剧很多 那么戦争体験者の 後面的の 其实是主位短语做修饰 原来是が 变来的 好 在这里我们大家必须做一个辨析 这个辨析就是说 何々をもとに 今天我们说过是以什么什么为基础 它要跟什么 19课我们从中学过 何々のもと 或者もとにもとで 是在什么什么的指导下和指引下 当然也可以指 具体的在灯光下 在什么什么下面 这个表述形式 要注意区分 忘了同学回去再查一下 19课的内容 接下来我们看下一个句型 是关于My 这个我们曾经在讲Masaka的时候 提到过它 但当时没有详细的讲 会告诉大家在这一刻来介绍 这个词 首先它的接续形式 书上写得很简单 告诉你所有的动词 动一动二动三 有一段五段 撒边卡扁 它的基本形 原形来接 这确实没有问题 那么大家实际在 这个说话 或者在写文章 在造句的时候 你用这个就足够了 但是你在看待文章的时候 看待句子的时候 在听力的时候 可能还真是会听到 说其他的形式 其实一段动词是什么 除了基本形之外 还可以去路加mai 而撒边动词可以用 加しまい或sumai 卡边动词可以是 こまい或者是きまい 那么这些形式 完全都是正确的 希望大家一并掌握 那么有人说 它的意思到底是什么 意思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 它等于ないだろう 当然也会等于ないでしょ 那么大家会发现 看到ない和だろう 就知道是否定和推测的 我们来看看 西の空が赤いから 明日は雨は降るまい 那么这是五段动词 所以基本形直接解脉 说西面的天空已经红了 所以明天会下雨 不会下雨 大家注意一定是否定 明天不会下雨 一定注意它含有否定的 这个内容在里面 接下来 熱は少しあるが これ以上上がる心配はあるまい ある肯定也是一个五段动词 是不是啊 它直接来 基本形来解脉 说这个会稍微有点发烧 但是怎么样 不用担心什么 不用担心 还会接着会 这个体温会持续升高吧 好 再往后来 その時私がどれほど苦しかったかは 誰にも分かるまい 那么大家看一下这句话说 当时啊 我有多么多么的痛苦 どれほど是我们在第三个学习的 第二个学习的 那么是谁都不会明白的吧 分からないだろう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这个动词就给大家介绍到这 但是呢 在这种含义当中 这个含义当中 大家要注意啊 它其实还是有名字跟形二 或者形一也可以接 仅限于这第一种含义 名字跟形二会加上 であるまい 或ではあるまい 而形一会把字位一边哭 加上わけあるまい 好 我们来举例子来看看 它依旧是表示否定的推测 マナさんは今日学校に来ていない 昨日はあんなに元気だったの だから病気ではあるまい どうしたのだろうか 那么就是病気ではないだろう 说这个マナー マリア 或者マナー都可以啊 今天没有来学校 那么昨天还那么精神 那么应该不会是生病吧 它怎么了呢 好 这是名字形用法 再看 さっき天気予報で言っていたから 明日はそんなに寒くあるまい 那么是形一来接空あるまい 说刚才啊 天津预报已经说了 所以明天应该不会那么冷吧 寒くないだろう 就是这个含义啊 好 这点知识呢 也是我在这里给大家拓展的 也就是书上没有 但实际生活能有这样的用法 好 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 关联的广告表达形式 什么意思 就是常用的啊 まいか 在这个意思当中可以说 ないだろうか 有的时候大家可能 一下子转换不过来 我们把这些都提出来 你平时啊 就记一下 可能到句子当中 就好理解了 好 何々のではあるまいか 就是何々のではないだろうか 也就是说 它可以引出自己的观点 接下来是 しかあるまい 就是我们说 しかないだろう しかない在26个 我们学过是只有 只有这样吧 好 接下来看第二个意思 它表示的是否定的意志 那么意思就是啊 不想做 它可以等于什么呢 可以等于ないつもりだ 还可以指什么 还要まいと思う 就等于一直想家と思わない まいとする 就等于一直想家としない 都是不想怎么怎么样 不想做什么事 接下来 我们一起来看相关的例句 あのrestaurantは高いのに 料理はとてもまずい もうあそこには行くまい 好 这句话 我们大家看看 是什么意思 说 那个餐厅怎么样 贵 而且饭菜怎么样 很不好吃 我不再想去 第二次 其实就是什么 这个 行こうと思わない 那么不再想去那里了 行く 五段动词 直接接迈 下一个例句 絶対にお酒を飲むまいと 思って寂しくなると 飲んでしまう 就是我要想怎么样 不要 不再喝酒了 但是我等我寂寞的时候 怎么样 却又喝了 まいとおもっても 其实就是 一直想 飲もうと 思わなくても 有这个表達形式 在这里可以做 这样的一个替換 好 再往下来 子供に苦労させるまいとして 制作の母は 懸命に働いた 为了怎么样 不让孩子怎么样 这个特别特别的辛苦 不想让孩子辛苦 所以这个 青座的妈妈呢 拼命地工作 那么大家只要 意志性 加トスル 本身就可以 表示第三人生的意志 在这里 也就是青座的母亲 站在她的脚上来说 是不是啊 好 所以这里就相当于什么 させようとしなくて 是这个含义 好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个值点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 这个值点呢 它的接续性 是在考试的时候 没有那么困难 大家只要见到 就是说你自己用的时候 一定用基本性去接 另外就是它这两种含义 否定的推测 和否定的意志 包括它相关的表达形式 都是非常关键的 马上我们进入 下一个句型 是 也等于 这个等于呢 我们说 其实可以用准确来说 应该是约等于 一会儿我会给大家讲 它细微的区别 好 前面接动词 那也行 在下边动词 接 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把思路变成 意思是不能不 忍不住做的意思 又是一个双重否定 比较肯定的 我们在26课 学过一个 Zaluenai 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 它的意思是什么 感情 这内心的感受怎么样 无法抑制 一定要强调那一点 大家还记得 Zaluenai是什么 它强调 从任何立场上 不能不做某事 对不对 好 还有一个 它不能直接用于第三人程 为什么它是指 人内心的感情 所以说 第三人程 不能踏入这个领域 我们可能就要 附加一些表达形式 一会儿通过例句来讲解 首先看这个例句 子供がテレビばかり 見ていると 勉強しなさいと 言わずにはいられない 子供の将来を 心配せずにはいられないからだ 这里面用了两个 字にはいられない 后面这个心配せず 其实心配する 在变成的变形 那么看到孩子怎么样 光看电视 就是我就忍不住会说 你快去学习 那么是因为什么 我担心孩子未来 担心得不得了 这种感情 是无法抑制的 好 再看下一个例句 医者に止められているが お酒があったら 飲まずにはいられない 说虽然是被这个 医生怎么样 给他就是阻止 不让我喝酒 但是如果有酒的话 我还是忍不住要喝 就是已经无法去控制 自己的这种行为了 好 再往下来 消費者はどうも 限定品という言葉に弱いようだ 就是这个消费者 对于这种限定的 这种商品 还是比较抵挡不住 这个留活的 日本では限定 100個販売と聞くと 買わずにはいられなくなるらしい 那么在日本 如果要是说听说 是限定100个的话 就忍不住要买 当然这不一定是我 是不是 可以是别人 所以说这种一般情况下 他不能 他不是只能用于 第一人称的这种感情 所以他后面要加上らしい 好像是这样 我看起来好像是 这种程度 好 再看一个例句 あんなにひどいことを言われたら 誰でも怒らずにはいられないだろう 就是被别人说了 那样过分的话 可能无论是谁 都忍不住怎么样 会发火吧 这也不是第一人称 是站在这个人的角度上 所以后面加上一个 大落表的推测 而不能单纯去用它来表示 别人的内心的感情 那么到这儿呢 这个 つにわいられない 我们说到这儿 我们刚才说 它约等于 ないでわいられない 那么ないでわ 其实 比如说ないで 不就等于 つに 它究竟有什么特殊性 我们在这里 再单独看一下 它是接在 动自ない性后面 当然它就没有 那个特例了 意思也是 不能不忍 忍不住做 也是表示 内心感受 无法移植 不能直接用于 第三人 但是大家要注意什么呢 它第三个这条 它可以用于一次性的 不是永远都是这样 这个呢 我们用一个例句 来做讲解 来看一下 好 接下来我们用一个例句 来解释一下 说 入学式会まで あと三日 本当はテレビを見ている場合 ではないのだが 好きな野球の試合があると 見ないではいられない 说这个 距离这个升学考试 还有三天 真的不是 看电视的时候 但是因为有什么 非常喜欢的棒球比赛 就是我真的不能不看 可能就是一次 忍不住 无法移植这种感情 好 接下来我们再对比一下 就是关于喝酒的问题 お酒を飲む 是喝酒 お酒を飲まざるをえない 和お酒を飲まないわけにはいかない 它俩其实是一样 这是一个正式的说法 那么这种 我们是侧重于说 责任和立场上 不能不喝酒 就主要指什么 比如说在国内 我们经常会有一些应酬 那么大家可能真的不想喝酒 但是说在这种场合上 不能不喝酒 你的上司逼着你也好 还是说迫于这个 跟在客户面前的这个面子 以及礼节也好 必须要喝酒的时候 就是这么来说 当然有另外一种人 是 お酒を飲まざるをえないわけにはいられない 这种是自己的个人感情 无法移植 可能这个人就是说 喝酒真的是已经喝到那种 有一种 这个一存的这种感觉 就感觉说 就跟我们上网的时候 可能一天不上网 或不碰手机就很难受 有这种感觉的时候 一般用自にわいられない 它是一个内心的感情 无法移植 可能是一直都是这样 而大家再看一下 ないでわいられない 它除了表示这个意思 还可以表示什么 今日はお酒を飲まないでわいられない 我加上一个 今天就说 我可能只有今天感情无法移植 我并不是酒精一存症 这个时候 最准确的表达显示 就是ないでわいられない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理解 这几个关于这个不得不双重否定表肯定的这个句型 那么它接续形式 我在这里就不再多说了 好 这个知识点就给大家介绍到这 马上进入 今天最后一个知识点是 ノミナラ字 那么在这里大家看一下 它等于ダケデナゴ 也是大致等于ダケデナゴ 大家就不陌生 其实我们在终极十一课也有所提及 ダケデナゴ可以跟サイマデ 和猫想互应是不止不解 那么而且还怎么怎么样 ノミナラ字也是一样的意思 我们大家看 它都是前面接的是名词 简体句不止不解 那么大家条件是 它跟ダケデナゴ相比 它第一是书面语 第二它是可以单独做连词使用 这个一会儿我们也可以用例句 给大家做一下解释 気温が高いノミナラズ 湿度も高いので ますます厚く感じられる 说气温不仅气温高 湿度也很高 所以什么越发感觉到怎么样 热 这样来下一个 この不景気では中小企業ノミナラズ 大企業でも経費を削る必要がある 说在这种经济不景气的状况 不仅是中小企业 大企业也需要怎么样 削减经费 再往下来 永田さんはこれまで何度も 料理コンクールで優勝した 简体句家ノミナラズ 独独の料理のスタイルを 作り上げたことで 雑誌でもよく取り上げられている 这里不是要看 ことで也是我们今天学习的语法点 是不是 那么说常田呢 他不仅在此前的多次在 料理比赛当中获得了什么 冠军 而且呢也因为他自己怎么样 创作了独特的饭菜形式 那么也经常会被杂志所采访 好 刚才条件当中我们说 除了他可以是正式的书面语之外 就是因为有一点说 他可以单独做连词来使用 看这句话 この製品は品質が良い 这个产品品质非常好 那么作为第二句开头 如果我们用だけでなく 就坚决不能单独使用 必须加それだけでなく 不只是那样 但ノミナラズ可以直接来用 価格も安くとてもよく売れている 价格也很便宜 所以卖得非常好 这就是说 他跟达格丁达古的一个区分 那么这个应该不是特别难理解 那么今天的语法点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儿